大家好,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的怪论奇谈节目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评论,支持我们的发展 谢谢大家 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来讲 马前神客 相传,这个预言是诸葛孔明的一段预言 也是勘待在1915年出版的中国预言七种之上的一条预言 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 这段预言也是一部脱明之伪作 我们分析的重点部分还是在民国之后 那就是第十一课之后这个内容 我认为它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还是从头来说 我们先看第一课 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福,八千女鬼 无力回天讲的是蜀汉无力回天 鞠躬尽瘁说的就是孔明自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诸葛孔明的名句 阴居阳福 这里也指的是阴阳颠倒,正义受阻 应该是说诸葛亮死后,蜀汉皇后专权,宦官专权了 这个八千女鬼,这些字迷很简单 是魏字,魏国 说的就是蜀汉被魏国所灭 我们直接来到第二课 第二课 火上有火,火逐中土 称名不正,江东有虎 火上有火是炎字 说的就是司马炎 光逐中土 讲的是晋朝统一三国 名称不正 指的是司马昭 篡位得天下 所以名声不正 江东有虎 说的是司马瑞 在江东建立东晋王朝 这里虎和瑞字字形上有些许的相似 我们来到第三课 第三课 扰扰中原,山河无主,二三其位,阳中马屎 扰扰中原,指的是五湖乱华 山河无主,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国家分治,没有统一 二三其位,说的是中原地区不是分成两个国家 就是分成三个国家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这个阳中马屎 阳指的是隋朝 阳就是通木子旁 阳,就是讲隋阳帝阳间 马就是司马家族 这一课说的就是南北朝时期 从东晋开始到隋朝统一天下为止 这么一段时间 下面我们来到第四课 第四课说 十八男儿起于太原 动则得解日月立天 十八男儿是李字 李渊太原起兵 所以是起于太原 动则得解 指的是李渊起兵才能得活 之后李渊果然是谋得大唐天下 日月立天 指的是赵字 赵字 上面一个名底下一个空 赵字是武则天 自己造出来这么一个字 所以赵字是指在他而言 所以这里日月立天 指的就是武则天 我们来到第五课 第五课 五十年中 奇数有八 小人道长 生灵荼毒 这段是讲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 这个五十年中 说的是五十年的时间 这个五代是从 九零七年到九六零年 一共是五十三年时间 这个奇数有八 指五代时期有八个皇帝 小人道长 指的是五代的皇帝 都是昏君 说小人得道的意思 生灵荼毒 描述了五代时期的黑暗社会环境 我们直接看第六课 第六课是 为天生水顺天应人 刚中柔外 土乃生金 这个是讲宋朝的 为天生水顺天应人 指的是宋朝的成立 让百姓又过上了好日子 刚中柔外 指代宋朝的怀柔政策 土乃生金 说的是北宋 北宋被金朝所灭 俘虏了灰秦二帝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第七课 第七课 一元复始 以刚处中 五五相传 而西我东 一元复始 是元朝成立 以刚处中 通过战争夺取了中国政权 五五相传 指的是元朝 在中原传了时代皇帝 而西我东 指的是分道扬镳之意 说的是元朝灭亡之后 蒙古各韩国分裂 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下面我们来讲这第八课 第八课 日月立天 其色若赐 绵绵严严 凡十六夜 日月立天 明朝成立 日月为名 其色若赐 赐就是诸 明朝是诸姓 朱元璋 凡十六夜 说的是明朝 有十六个皇帝 这个很简单 我们再来看第九课 第九课说的是 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 十传绝统 相近若宾 这里水月有主 水月主 就是清字 象征的清朝 古月为君 忽然做皇帝 十传绝统 说的是清朝 在中原传了时代皇帝 到宣统皇帝时候 清朝终结了 相近若宾 形容清朝灭亡时候 没有出现兵货 属于是和平演变 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这第十课 史后牛前 千人一口 五二道治 蓬莱无救 这个第十课 讲的就是中华民国 史后牛前 说的是1912年 1912年是鼠年 史后牛前 说的是 诸年的后面 牛年的前面 就是鼠年 千人一口 和字 形容是共和制的国家 五二道治 说的是名贵君卿 在六谣当中 二代表的是臣 五代表的是君 君臣道治 说的就是民主宪政 蓬莱无救 这个争议就比较大了 我这就多说两句 这边我觉得有两种解释 都有道理 第一 就是日军侵华 日军是蓬莱 无救就是最终 没有灭亡中国 综合卦象 这个卦象是叫简卦 这个卦象是不立东北 立东南 这么一个卦象 日军从东北开始入侵 之后民国就战败 退到了重庆 陪都 正好是西南位置 所以结果就是蓬莱无救 这个跟卦象也是契合的 还有一种解读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就是民国的特点 就是蓬莱无救 这里的蓬 就跟前面那蓬不一样了 前面是侵略者 这里这个蓬 是指友邦而言 一旦民国遇到了问题 就会有人来帮忙 减缓灾祸 但是按照马前客的上下行文来说 更有可能的 这个蓬莱无救 指的是日军侵华的情况 下面我们就来讲这第十一刻 很多人解释到这一刻都跳过去了 说是天机不可泄露 更有人说 说这一刻是完全不可信的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第十一刻的情况 第十一刻 说四门诈壁 突如其来 沉寂一声 其道大衰 这里四门诈壁 我认为它是个字迷 它可以理解成一个贡字 这个共字就是四面全开这个结构 所以是四门诈壁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的是 共产中国的成立 这个确实是很模糊的一种说法 之后分析中我们再分析分析 下面是突如其来 形容共产党迅速占领大陆地区 建立新中国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联系上下文 也就是说 后面的鸡教 沉寂一声是突如其来 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 这个突如其来 我就觉得它是讲新中国的变化 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突然的 都是非常突然 突如其来的 让人措手不及 就是新中国这个变化 下面那争议就更大了 我们这里也是举出来几种解法 大家是觉得哪种合适 就认为哪种正确 我都说 第一是沉寂 是一个年份 这个年份到了 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落 这个鸡年 咱们就举几个鸡年 93年 对吧 2005年 2017年 2029年 这都是鸡年 93年 中国是下岗大潮 90年代下岗大潮 2005年 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 我觉得 2017年 是中美贸易大战就开始 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2017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2029年 目前还没到 我们发生什么事 我们还不得而知 这就是近期的几个鸡年 我就说一下 到底说的是哪个鸡年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看另一种说法 说这个沉寂叫 沉寂一叫什么出来了 就是太阳出来了 对吧 早晨鸡叫 太阳一出来 中国就会衰落 这里有人说 太阳就是指在日本 说日本还会再次侵华 侵华之后带来灾难 导致中国的衰落 这也是一种说法 还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沉寂 指的是一个人 是一个属鸡的人 这个人一出来 中国的国运就会衰微 那么这个属鸡的人是谁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到底这个属鸡的人是谁 因为属鸡的掌权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也不好说 前面这三种 我们研究这个鸡上 这个鸡的论点 后面那句也有争议 前面说法 这个其道大衰 是国家的衰落 但是这里说的 这个其道大衰 道 那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路线信仰 以及这个形式方法之类的 有所改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解诚改革开放 是不是更符合这个情况 讲的是中国摒弃了之前 阶级斗争 这个思想路线 改变了所谓的共产信仰 变成了走资本路线了 所以 这个共产 这个其道 就其道大衰 在中国其道大衰 这个呀 解法也是 也是 也是说得过去 所以 我们这里就提一下 这因为马前客 不像这个推背图 以及其他预言 马前客 是一刻一朝 是一刻一朝 但是并不是明确点出这个朝代中所有的事 甚至有些客连兴衰也不一定说 之前那第四课讲唐朝 就没有说出来这个唐帝国最后是怎么灭国的 所以说这个改道 就是改革开放这种解法 确实也是可以的 他不一定说这个其道大衰 就非得说是这个灭国 对吧 我一直强调 这个预言的写法 其实是很有讲究 这些预言 一般都是模棱两可 我之前一直都强调这个 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任何时候 拿过这个预言来 它都可以产生一些代入感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马前客 觉得这条预言 这个准确度可能不会太高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像明国那课 前面三句说了共和年份 包括这个五二道志 它都是这个1915年之前发生的事 唯有这个最后一句不是 最后一句是这个蓬来无救 也是最模糊的一句 还有这个第十一课更是如此 和前面这十课相比 是最为模糊不过 这个四句总有两句 可以有多种解读的方式来进行解读 其中还有突如其来 其道大帅就剩下两句 这个含金量也是很低 没有什么隐藏的含义基本 所以我觉得拿马前客 来看明国和大陆这个国运 可能有些看不清 并且这个马前客的字数 也是太少了 含的信息不够 那我们还是继续往后看啊 第十二课 第十二课说是 整患救难 视为圣人 扬父而始 汇集声明 这个呀 还是这个套路啊 圣人出世 解救万民 有一个问题呀 就是什么呢 暗示了这个第十一课之后 中国会出现一个乱局 一个汇集的一个情况 这里呀 我觉得这个预测呀 是大规律事件啊 一般呢 朝代的后期呀 出现乱世啊 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 你像唐末的五代 对吧 元末 明末和清末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啊 你看清末的太平天国 对不对 都是乱世 所以啊 这个预测啊 我感觉啊 就没有多大的营养了啊 这么预测这个圣人的一项啊 没有多大营养 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十三课 第十三课呀 说是贤不宜也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 这一课呀 从字面上来看啊 就是预测了 中国未来会出现盛世 所谓的无名无德呀 也可能是指代这个民主社会呀 阶级有爱之类说的 这里呀 我就不详细的拆开解读了 第十四课呢 更是总结 总结的一课 我就不说了 下面呢 我就就马前客呀 总结几句 我认为呀 这个马前客 在预言预测 这个近代中国的时候啊 这个含金量啊 比较低 但是啊 基本遵循了一个 王朝更替的规律 由于呀 字数较少 我们只能通过马前客呀 判定出一些简单的趋势 我认为呀 这个马前客和梅花师啊 以及黄薄禅师师啊 这些预言呢 在预言效果上啊 看起来呀 是有一定差距的 说的太模糊了 就是这个和推背图啊 那就是更是相距甚远啊 推背图啊 是更为精细的一个预言啊 但是啊 这个马前客 作为喜欢啊 这类预言话题的朋友啊 把它当做一个谈资啊 其实也是不错的啊 读起来比较简单 好 我们今天呢 怪论奇谈啊 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